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周一大早从北京首都机场飞上海 刚好与我香港的合作伙伴Laya和她老公同一班飞机 那天早上首都机场特别拥挤 机场像春运 排队换登机牌 排队等过安检 我到机场就比较晚了 看这架势再这么排队下去就要误机了 而应急通道也排满了人 说还要再等十分钟 焦虑得不行 我电话Laya 问你们到了没 怎么没看到你们 她说他们走头等舱通道 现在在候机厅吃早餐 我说你们太爽了 和乘务员说下 千万别让飞机飞走了呀 别落下我不管了 当我拖着箱子一路奔跑到里面 一脸狼狈地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 她甩我一眼 故作鄙视的眼神 说 你怎么想的呀 脑子进水了吗 依你现在的收入 居然不坐头等舱 要不要这么抠门 我们一起登机 她左转 前往头等舱 我右边通往经济舱 突然想起很搞笑的那句话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是头等舱和经济舱的距离 而这次的差距 却不是因为钱的差距 因为起得太早赶飞机 飞机上犯困 我平时都在飞机上 码工种好蚊子 而这次实在太困了 但坐着睡又不舒服 想着来呀 此刻在头等舱 躺着美美地睡觉 突然就很想问自己 这个问题 我现在明明确实 坐得起头等舱了 为什么从来没想过 去坐头等舱 我也明明知道 现在时间对我来说 是最宝贵的 排队只能干着急 为什么脑子里 却没有念头 要坐头等舱 来节约时间 好像长期脑海里的思维 就是头等舱 和我是没有关系的 到上海后 我们坐在去市区的专车上 我和他说了我的想法 他笑着说 以前他也这样过 你现在收入升级了 但是消费观念 还没有完全升级 或只升级到了初步阶段 还停在原来一年赚十万的思维 他和我说 他当年调到新公司后 拒绝公司配的司机 说这些事情可以自己做 为什么要麻烦别人 公司的人就和他说 你错了 公司花这么多钱雇你 你的时间是不完全属于你的 你的时间是很贵的 如果浪费在开车 这些低效率的事情上 是在浪费公司的钱和资源 是不道德的 原本觉得分内的事 从经济效率角度 变得不道德了 但我们都知道 谁是对的 一 很多时候观念的转变 比收入的转变 要难很多 以前搬家的时候 父母舍不得扔掉那些衣物 虽然以后一般都用不到 但他们宁可 让这些无用的东西 占据着几万一平米的空间 因为以前穷过 长辈吃饭的时候 明明已经吃得差不多够了 却不舍得剩下 硬是尽量关盘 虽然知道多吃无益 还要花更多时间运动 消耗 因为以前饿过 这些观念 是如此根深蒂固 埋藏在当年的基因里 血液里 控制着我们这些年 成长的思维习惯 让我们做出 现在 客观上 已经不合理的选择 我们现在的决定 其实都是被过去绑架 我们之前的思维模式 和对世界的认知 就像一个思想的牢笼 形成一套固定的思维定式 就像当年我 刚开始做香港保险业务的时候 那时候觉得 谁一年能买个五万美金 就算是大客户了吧 想 谁会花这么多钱 买保险呢 但后来接触的高建制客户 他们买的数额 经常刷新了我的认知 开始明白原来有钱人 可以这么有钱 原来几百万 在他们眼里算零花钱 再进一步说 这种思维 其实比牢笼更可怕 如果是牢笼 我们至少还有挣脱的欲望 想看外面的世界 而这其实 是一口桎梏的深井 我们就是底部的青蛙 看着头上的那一圈天空 甚至觉得 这就是世界的大小 以你自己的人生经历 去揣摩好像其他人 也应该是过这样的日子 所以 打工者思维 即使换一份工作 也往往还是选择 当高级打工仔 领薪水的人 很少会想到有一天 要发薪水给别人 在游戏规则里玩耍的人 很少会想到 自己要去制定这个游戏规则 连续创业的人 一般也都回不到 打工者的身份 二 你的思维 决定了 你在什么阶级 富的人继续富着 穷的人 也只是在 挣脱贫穷 负债的人 继续加杠杆 存钱的人 继续买在银行 这个和收入没关系 只是思维方式 所以 阶层的固化 来源于思维的属性 那么 问题来了 这种几乎固定的思维方式 如何改变 虽然我的有些旧观念 还很迟骨 但其实 这两年 自己的思维方式 很多方面 已经和过去 有天壤之别了 我个人的经验是 思维的颠覆 需要巨大的人生转变 也许是被放置到 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也许是 收入的突然暴增 或锐减 也许是 职场的大起大落 也许是 四周圈子的迭代 总之 就是给你带来 颠覆性冲击的概念 把你冲出 原来的思维框架 年入十万的时候 你恨不得什么事情 都轻力轻微 节流就是开源 年入几百万的时候 你开始想着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就不要花时间 以前钱是贵的 时间是贱的 现在 时间是最贵的 钱 是最不值钱的 家庭是小作坊的时候 你自己是老板 同时兼销售会计 为了节约成本 恨不得把自己逼成全才 等规模大了后 明白做领导 最重要的事 就是找到最优秀的人 没想过自己要多专业 只要找到最专业的人才 我现在 自己建团队 找人面试的时候 也经常会感慨 他们无法理解 我们这个平台 未来的价值 他们看不到 未来更大的画面 他们还停留在 一份工作 只是为了拿工资 养活自己的生存欲望 所以缺乏内在动力 所以激发不出 更大潜能 很可惜 大多数人做事的时候 总是缺乏想象力 你把这事想得太小了 你要想得再大一些 想得远一些 三 当你一直往前跑 问题往往会自己消失 我承认 自己是个比较偏激的人 在做分享的时候 经常讲一点 就是要尽早赚到人生的 第一桶金 完成原始财富积累 然后就会遭到质疑 说我太世俗了 太物质了 接下来说我变了 变得太功利了 而说这些话的人 往往都是自己 还没有赚到第一桶金的 而达到相对财务自由的人 一般都同意我这个观点 一个人不能在同一个状态下 待太久 这样就不会发生裂变 不会有大突破 就像你是卖时间挣钱 还是用资本挣钱 在两个不同数量级的收入时候 你所有的思考都会改变 就像用户量是一千 一万 还是十万一百万一千万 所思考的战略都不是同一层面的 创业的时候 速度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速度起来 迅速达到一个规模后 很多之前那些小规模阶段 难以解决的问题 会因为你的速度 变得不再是大问题 甚至会自己消失 发展的速度 就代表了上升的势能 势能就是信心 就是未来 就是希望 我还是那个观点 慢 是漫不出一个美好未来的 来亚香港的公司 这两年 先后拿了保险牌 放贷人牌 信托牌 外汇兑换牌 证券牌 企业融资牌 资管牌等等 恨不得就是 全牌照金融公司了 他们做顶层设计和构架 他们是做平台思维 而去年的我 根本理解不了这些 我还停留在做内容思维 而今年的我 想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